在肯亞國家因為沒有鞋子穿 造成當地人民是飽受殺棗病之苦 南洋女中發起了救鞋救命 收集救鞋子整理之後 寄到肯亞讓孩子們能夠安心的上學 而為了感謝台灣學生這份愛心 來自肯亞牧師的道森 也特別來到南洋女中 和學生當面表達感謝之意 肯亞牧師道森來到南洋女中 和發起救鞋救命同學擁抱道謝 雖然都是二手物品 但是對肯亞當地的孩子來說 都是一份超級大禮 協助非洲當地的這些學童 讓他們可以有更好的學習 我想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讓學生學會到習物 習福 就是說能夠知道珍惜 我們珍惜手邊的資源 可以做最大的利用 來造福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 不論是就學生在品德的生化上面 在生活上的一種態度的涵養 都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牧師回憶小時候上下課 每天都要打赤腳來回 走過15公里的泥泥小路 因為沒斜穿 讓不少肯亞民眾染上沙棗病 而此趟來到台灣 除了表示謝意之外 也要告訴同學們 生長在資源充足的台灣 應該更懂得感恩與珍惜 他們每次因為很多在鄉村沒有比較貧困的小朋友 沒有鞋子可以穿去上學 所以他們都是赤腳走路去上學 但是那個路也知道就是非常泥濘 然後有很多沙石 非常不好走 尤其是即使是穿鞋子也不好走的那種鞋子 更何況是沒有穿鞋子 但對他們來說 大家還是會願意去上學 但是就是需要赤腳走路 走很長的路 然後對他自己來說 他小時候也是每一天要走15公里去上學 沒有穿鞋子 所以他這樣日日夜來回 腳都變成非常厚這樣子 對 但是他在15歲的時候 因為上高中一定要穿鞋子 所以他在15歲的時候 得到他人生第一雙鞋子 他還穿著他上床去睡覺 因為很怕人家把他偷走 想要來跟同學分享就是 讓他們知道自己在一個這麼棒的環境 然後有這麼好的位置 然後有很好的就是生活品質 那他們應該要把握 而不要隨便浪費掉 然後可能浪費教育或是不想上學 他想要告訴他們要把握這個機會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機會 對 所以他想要鼓勵這些學生們 可以在他們人生上面 可以做一些努力 可能去幫助別人 或是做一些他們覺得自己可能做不到的事情 但是對他來說 這邊應該是每一件事情都應該要可能發生 因為我們實在是有非常好的環境 所以他也希望同時分享在肯陽那邊 可能自己遇到的困難就是 他還記得第一天上學的時候 他是沒有教室的 老師就是站在樹下面 然後拿了一根棍子 也沒有黑板 不像台灣很漂亮還有多媒體 所以相較之下他就覺得 我應該要告訴他們這邊 我自己曾經走過來的生活 相較之下這邊實在是非常優越 所以你應該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然後在自己人生做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藍女學生是在前年底響應救鞋救命 募得超過五千雙鞋 將愛心送到非洲 把手邊資源做最大利用 造福需要幫助的人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 漢子彭報導